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 截止2024年7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总数达到1223处 分布在168个国家 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达到59项 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 北京中轴县深移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吕周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从北京中轴县深移详细阐述世界遗产 如何促进文明交流互建 如何推动可持续发展 从世界遗产的角度 或者从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的角度遗产 它的遗产是被认为是一个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所以它的保护也是全人类共同对它的保护 那要保护它 这些对象肯定是有价值的 来自于不同文明的这些遗产 通过无论是世界遗产也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好 呈现出它自己的价值 大家通过对这种价值的认知 而促进文明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尊重 那让我们能够认识到 其实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 它的这种多样性之间 是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的 而且我们讲的不同的文明 本身也是平等的 那这样的一种基本认识 其实构成了我们今天对于世界的认知 那我想这也是我们现在要提出 这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基础 北京中轴县作为最新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 是世界了解中华文明的一处重要载体 北京中轴县与欧洲古代都城中的 核心建筑群相比 可以看到 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 城市发展所呈现出的不同的内在逻辑和城市形态 北京中轴县作为一个世界遗产项目 它所讲述的中国故事 就是讲述这个文明的延续性 那这是一个很核心的环节 我们通常对文化遗产有类似的看法 它一定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 或者古代或者近代 它一定要有一定的时间 时间沉淀下来 大家要开始理解它的价值 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尽管在世界遗产的有关的标准当中 它强调了对于延续的文明的建政作用 但在实践当中 其实还很少有这样的案例 那北京中轴县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那作为一个新的尝试 一定会引起大家的讨论 我们对于北京中轴县的阐述 最终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支持 那这样的一个认同和支持 我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以后 可能其他国家的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 吕州表示 通过类似遗产的比较 就可以理解不同文明 在城市形态和形成这种形态的哲学思想 文化观念上的差异 这种理解也就构成了今天人们相互尊重和对话的基础 自1987年以来 中国先后申报成功世界遗产达59出 中国在世界遗产的保护过程中 对遗产的理解 保护观念在不断发展与细化 到了2000年前后 这个可持续发展就变成了一个主题 因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联合国提出来的 教科文组织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机构 它也在不断地响应这个号召 就是我们讲2030议程的时候 联合国提了17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教科文组织也制定了在文化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那这些目标其实都在影响着我们今天如何去看待遗产 或者如何让遗产在这样的一个可持续发展过程当中去发挥它的作用 今天中国的世界遗产 由于我们自己的保护技术发展 其实中国已经从一个受援国变成一个提供援助的提供技术援助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我们在很多的国家的世界遗产保护当中都提供了中国的智慧 都帮助其他国家一起去保护这些宝贵的遗产 吕舟说 这些年的实践让他深刻体会到 通过世界遗产 各国增强了相互理解 加强了国际合作 大家一起合作来保护人类共同的遗产 本身就是文明间相互理解 尊重 对话 合作的组成部分 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的一个步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